我們來看學測102年填充C這一題 那現在這一題是一個貢獻的問題 然後也算是一個比較基本的題目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把這三點先標一下 就是說這三點 它雖然在一個平面裡面 不過我們其實把它標成一個橫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 在抽象來看 就是把它標成橫的直的都不影響作答 那A跟B是在 C在外面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就有A 對有B 好那 AC是3 VC是1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怎樣 AC比較長 VC比較短 VC是一份 所以其實整個概念大概就會像這樣子 AC是3 VC是1 好那這個二維坐標呢 那種分點 其實X自己處理 Y自己處理 其實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先看X的部分 所以X坐標這裡是什麼 是16 這裡是19 那這裡是三份的話呢 那這邊就是怎樣 要6份 所以這裡就會是10 這是X坐標 那Y坐標的部分一樣 就是自己看 所以Y這裡是什麼呢 Y這裡是3 然後這裡是12 所以整個是9 那是3比1的關係 所以這裡會是3 所以這裡就得到的是什麼 就是得到的是那個9 所以這9 所以這等個A加B就會是19 所以 概念上 方向抓對就可以答對了 不過真的 對 高分群大概都有抓到 但是低分群 一般的 普遍來說 其實答對率 我覺得還是 不夠高 因為這題真的 沒有太難 對 非常好 非常幸福 謝謝